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渭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投资总监SKY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达人聊产业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 我们会邀请在各个产业当中的人 来跟我们分享整个产业概况未来的趋势 中国发展半导体自主化的关键瓶颈之一 就是光照在里面很大的一个要素 今天的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就是在光照制程中不可或缺的供应商 他们的EUV用光照传送和市占率超过了八成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加征精密的邱总市长 邱总市长你好 大家好 我是邱明前 加征集团底下还有一个 今年中要挂牌上柜的小金基 就是EUV的光照捷径设备厂商加索 所以今天节目会分两集 在上集我们会跟邱总市长聊加征 下集我们会聊加索 还有董事长对半导体整个产业的展望 首先我想要先请邱总市长会自我介绍一下 你一开始是怎么样 就什么样的经历 然后怎么样去开始到这间公司 我在29岁创业 创业一开始叫加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有一天跟半导体扯上边 我的第一个老板是郭台铭 所以我也在土城工业区 所以我只是把鸿海精密工业化掉 然后写成加征而已 所以为什么叫加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开始的源头就是这样 其实我跟我的老板郭老板是一样的 是做精密模具 我本身是海山高工模具科毕业 现在的新北高工 我是当年学校的技能竞赛的选手 所以我对实作做东西出来 我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29岁那一年 两个股东一人出50% 然后将近500万 然后就创立了加征精密 那我先插个话 我到现在为止 创立26年来还没有一年亏过钱 这我第一年就赚钱了 当然第一年赚不多了 800万赚个一两百万 因为我做纯精密的CNC加工 当年帮广达华硕人宝 做Notebook 手机 Nokia这种外壳的模具加工 其实我能创业的机会在于 刚好是那时候是所有的Catacan 从手工变成自动化 就电脑化的 我是第一代的Pironeer学习者 所以我具有从电脑辅助设计 制造的能力 因为你也知道 LKK的人叫他四五十岁来学Catacan 他不可能 我当年才二十几岁 我来学最快 而且最有效率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累积的经验 那累积的经验以后 因为我在 我跟我的co-founder认识 是在我上一家公司叫做 模具雕刻的工厂叫全台 那我那个老板呢 在我去创业前一年 跟我去世贸看机械展 我记得我老板跟我一样瘦瘦的 然后呢 当年他五十岁 那我老板呢 跟我去世贸看展览以后呢 逛了一两个钟头以后 他突然说他头晕啦 接下来呢就晕倒了啦 然后心肌梗塞啦 然后那天我老板娘有来 还我另外师父有来 我们四个人呢 带他去仁爱医院急救 我就看他急救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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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最后是我 护送我老板去太平间 这样 那我老板娘在旁边哭得要死啦 所以他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非常的shock 为什么 因为我老板是一个 非常勤奋而努力的人 然后呢 他在乡下 我记得他跟我讲 他住那个南投的乡下 所以他一无所有来台北 学了功夫 当了老板 所以他一年世纪 三百六十五天都在上班 所以呢 我都觉得 这样一个勤奋的老板 就在突然之间被 老天爷给把他带走了 不让他继续工作了啦 所以呢 第二年呢 因为你也知道 老板过世以后呢 公司就会开始 老板娘嘛 就不是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另外那个call fund才找我说 那反正看起来担心啦 以后也长期会有问题 所以就找我出去创业 老板说我是 在这个因缘忌讳下才出来创业 那时候有什么跟郭董联系上的 我那个高中三年级 怎么会认识到郭董 郭董那时候已经大集团的大老板了 后来怎么联系上的 我是高中很 一个小高中生去郭老板那边上班 然后八个月以后 我就离职跑去读二专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高中毕业到考二专的空档期 我在第一个人生第一份工作在那里 八个月而已 怎么会认识我啦 然后敢去找郭老板 对不对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创业的原因呢 就是在这里 那我一开始也做Cat-Cent加工 也就是说帮人家做模具精密加工 对 那因为我是年轻的一代 所以我对电脑辅助设计电脑很厉害 所以我才有机会 在新的领域创业 所以我叫加登精密工业 跟半导体完全无关 对 可是呢 我刚创业的时候呢 我跟员工说 我以后希望能挂牌上市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我有一个当时候的新的客户 陈老板 他有一天来 他很高兴 他说他那天买了华硕股票 赚了多少多少 老板来聊 超股 然后我说 真的哦 陈老板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也不错 你要不要买 他说哪一家哪一家 我说加登 他说没听过 他说没听过 我说啊 没听过 我们公司啊 他说啊 你们公司 来陈老板 十块钱就好 十块钱 你要多少你跟我讲 我就让你入股 他说我入股要干嘛 他说 我以后上市 你会赚死啊 他说哈 你要干嘛 我说我要上市贵 他说你现在员工几个 我说两个 他说哈 你要上市贵 你上得了市贵的头多给你 我晕倒了 被人家瞧不起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所以我光开公司三个月 我就要挂牌了 因为那是我的梦想 OK 好 结果呢 我后来呢 就开始给员工股票 一开始我是free 免费的 用十块钱送员工 一张两张三张 对不对 好 那我记得我 里面有个原住民 因为我大概每一个月 我会找个时间 跟他们喝酒吃饭 就是去路边摊喝酒 因为才八个人五个人嘛 所以礼拜五下班时间 来来来来 老板找你们喝酒喝酒 联络感情 所以我们就去喝酒 那个原住民很喜欢喝酒嘛 一喝避醉 喝完了以后呢 他就说 老板啊 有件事情我跟你讲 你可能不太高兴 可是呢 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拜托以后 你不要再跟我们讲 上市贵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 鬼才相信你会上市贵 我说 原供也不行 我说你不是有股票吗 他说 你那股票能干嘛 用不能吃 那我还你 因为我当时都是免费给他的 这样OK 好 你们这群人真是很神奇 我说我这样讲 你有爱到你吗 他说 没有啊 可是我就听了很不爽啊 你明明做不到的事 一直在乱讲 我说 你怎么会知道老板做不到 老板我们现在才五个人而已 你要上什么市贵 我说 那你就 以后我讲的时候 你耳朵捂起来 没关系 我会继续讲 讲好不好 你要讲就随便你 结果这个原住民的员工 你知道 真的做到我上新贵 他做到我大概十年后 我上新贵 他已经累积了 不知道 我记得他好像 不知道几张了 我忘了 二三十张还几张 然后呢 他当时候呢 换算四纸 因为我一上新贵 没几天到七十几块 最高的时候 然后他 七三二十一 所以他快三十张 快三十张 然后呢 他跑来找我 然后老板 我想离职 我说啊 为什么要离职 你的骨胖可以吃了 可以吃饱了 新贵可以买卖嘛 对不对 他说老板你不要生气 我要出去创业 我说很好 很好 我说你要创什么业 因为他是台东那边的原住民 那他就说 他要去台东的那个行动咖啡车 海边的行动咖啡车 我说那很好啊 我说你怎么有钱 他说我有三十张啦 我现在有两百一十万啊 我够我创业啦 我说啊 你有钱就要把它花掉 才挂牌没几天 然后说啊 去去去去去 所以我就让啊 离职了去创业了 三个月后他跑回来 老板我可不可以回来上班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的车子被偷了 我觉得他骗我啦 应该是他把钱花光了 要回来啦 那就算了 所以我说 创业的故事很长啦 就是有一些人 一开始都以为你在撒谎 或者说你在开玩笑 或者觉得哪有可能 可是我才不会因为他讲没有可能 我就放弃嘛 因为总是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要定立目标嘛 定立目标有时候再去思考 什么事才有机会嘛 对不对 那现在的经济社会里面 我想创业才是自己摆脱 我是矿工的孩子 我爸爸是矿工 我是矿工的孩子 所以我要摆脱我自己宿命 唯一靠自己的能力 那当然我一开始用专业创业 那会去做半导体 这就很特别了 原因是这样 我自己做CNC的传统加工 我自己有算过 以我的加工的时间 绩效跟能力 我在十年内 我只会营业额越来越少 然后第二个 因为以后汇的人越来越好 越多软体越来越强 然后机器越来越精密 所以它的进入障碍 会越来越少 越低 那以后的 我能获得的利润就越来越少 这是我很清楚 这个产业未来的趋势 那我又跟他们吹牛 我要上市柜 怎么可以讲一讲 当时有这种 做模具的上市柜公司吗 没有啦 做模具绝对没办法上市柜 可是你一开始做模具 然后你就说我要上市柜 对 所以人家不相信 然后找另外一条新的路 所以我才会说 我必须为了圆我 自己跟人家的commitment 就是我要上市柜 所以我要去找到一个产业 产品 足够大的size 它是符合未来future的 对吧 不然我不是吹牛了吗 对 那有一天呢 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是主动人 她在园区上班 那她做什么我不知道 我做什么她也不知道 我们两个各做各的 她是园区一家 她做光照护膜的 patico厂商的秘书 那2000年bubble 因为我是1998年创业 所以1999年 我创业第二年 2000年那个半导体bubble 他们缺货 所以需要在台湾找一些 local厂商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我太太在帮 有人来 有一个供应商到他们公司 教一个样品 那她要找她原来的人 那个工程师不在 所以我太太招待她 她就跟她聊 结果她就跟她说 我们家有两台CNC 我太太不知道我做什么 只知道我有三台CNC 她心里想 我老公有三台 你这个找谁 找谁 然后她就用这个 她说 我们公司要在台湾 找local的厂商 然后呢 她就回来给我看 我说这个简单啊 半导体的 Fred没听过 什么叫光照 不晓得 什么叫Pedigo 不晓得 反正先做再说啦 对吧 那我就要做 一做完了 我做一个礼拜给你sample 结果我研发了一年才OK 所以我后来成为 他们家的供应商 这样OK 所以我会做半导体 其实是 I never say no 就是我 就那是一个机会 这样理解吧 当时你还是 自己下去做吗 还是就是跟员工说 我们要去做这个东西 我自己去实验 你知道我那个Core Phong的 觉得我有点扯 不务正业 好高务远 所以她自己做模具加工 我自己 用我加工完的时间去研发 由礼拜六跑来弄 礼拜天跑来弄 然后呢 后来她被我感动了 她就跟我一起来做实验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看 我当年要做这个实验 你看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没有经验嘛 什么是Pedicle 什么是Quality 什么是都不知道 可是我很清楚是说 如果我能做到这一块 我也许有机会 找到一个Niche的市场 在某个领域 成为这个Mass Production的 一个产品线 那是因为这个念头支撑着 我继续做这件事情 可是看起来不错 就是这个 从这里当成种子 在光照领域就成为 独霸的原始点就在 因为那一个第一个Business 就在光照 每一个光照上面 要有一个光照Pedicle 叫护膜 这个护膜 现在全世界只有五家 我太太的那时候的那家公司 是其中一家的Leader 所以她那个关键零件 就是那个Flame 那个Flame需要精密的CNC加工 所以我用我的核心能力 在这样因缘际位的巧合下 切入半导体 那才从这个光照护膜 这个开始做光照盒 光照最后到UV这样 那我们也来稍微讲一下说 现在加登的这个事业 主要的业务大概是哪一些 主要业务 我来说明 因为有些可能知道 加登光照 光照到底是什么 可能搞不清楚 那我因为 你们现在年纪比较小的 不知道底片 知道了 真的吗 有看过底片吗 有 有用过的 有用过 有用过 那表示有一点小小的 还不是够年轻 以前你去洗大头贴 你要先去拍一张底片 对 这张底片呢 你拿到手里里面以后呢 甚至有人会帮你修图 对不对 插一插 底片也可以修 对 底片可以修图 修副片 修副片 然后呢 修好了 它就会成为它的模板 对 其实在半导体厂 这个就是光照 理解吧 那巷子就是晶圆 所以你知道以前在八寸时代 最有名的曝光机的领导厂商 叫Nikon跟Canon 为什么跟照相机的 是同一家厂商 对 为什么 是因为都是同一个原理 叫影像维缩原理 这样OK吗 到今天为止 那个富士 富士做材料 感光材料的 是 它是没有底片的 它转型做半导体的感光材料 所以它是一个相关联的领域 是同样的概念 比如说 你今天这一个底片 你可以洗一寸 也可以洗两寸 可不可以 只要你的背机 挑一挑就好了 对 所以半导体的各个光照 就是底片 请问这个光照底片 从哪里来 从IC Design House 所以今天联发科 设计了一套 什么天机多少的型号 那这个型号 它就要交给台湾光照 台湾光照根据它的IC设计图 做了一套一套的光照 然后一层一层曝光 累积起来 就是一个机体电路 所以光照 就是所有 晶圆制造的母片 就是那个底片 是 对不对 你总不能 你拿你家的底片 要拍出来 变得洗出来 像我的样子 不可能 对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光照 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know how的 智慧财产权权 谁的 就是那些 IC Design House 对不对 IC Design House 负责线路的Design 完了以后 它要把它生产的具体化 就是要交给 台湾光照这个光照公司 去把它变成底片 底片交给谁 交给台积电 台积电把它放在 艾斯摩尔曝光机的上层 然后开始曝光 下面做Wafer 然后它就 1.5寸的照片 你洗20张就20张 1000张就1000张 对不对 所以光照 如果良率是零 它所有良率就归零 对 就是等于说 所有曝光出来的 都坏掉 对 比如说我举例 你这个母片上面 有一个黑字 对 你这么帅怎么有黑字呢 可是不小心被重弄 一个黑字以后 你那一片 你的良率立刻零 所以光照的良率 是100跟零 理解意思吧 所以光照一定要用到100 剩下的良率才会出来 只要光照弄不好 就没有良率 所以光照 怎么控制 怎么保护 怎么储存 在Function 代工厂领域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100跟零的概念 我也蛮好奇 它没有中间值 那这样子 你这个光照 是不是也要去跟 这些曝光机 就像艾斯摩尔 就要去说 那你的规格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可以放进去吗 所有的规格 在30年前就定义好了 真的 对 那是一个标准的standard 所以它不太变 不用变 里面图形怎么变 那是你去做的 这样理解 所以尺寸厚度高度 通常是固定的光板 这样理解了 所以这个光照 的长宽高都会被 有限制了 只是你在上面 这一个layer里面 去图形 去做你的design 跟设计 这样理解吗 所以光照呢 它是有点类似说 它对一层 弱啦木的金属层 那木偶会光照下去 它就挡住了 其他把它时刻一个透光的 对对对对 有照到光了会变成 对 那个反应 震光组或副光组 对 最后呢 有些是震光组的副光组 然后它洗掉不洗掉 然后它就陷入就出来 才能做扩散时刻什么 这样后续制成 所以光照的量率是100 你后面可能有一张 几张wafor量率会差一点 理解了 那加登会出现的最大原因是 因为代工是台湾出现的 所以半导体产业里面 IDM跟Foundry 最大的差别是 在IDM工厂里面 光照不会常常换来换去 因为它是一个标准 mass production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有时候这个光照一进去 一放一铺就可能半个月一个月 理解吧 可是呢 Foundry 不是啊 这个今天上去可能 一天就下来 再上去 再一天再下来 它一直在换来换去 所以它必须累积足够 光照的交换储存保护的机制 让它不会有任何particle for risk 这个是要它做了20年代工 才能累积出来的经验 光照的量率0跟100 它没有中间值 所以你想想看 它做到第98层 有一层的光照 它拿进去一放 结果呢 因为它上一次没有弄好 所以risk particle进去 它也没有查到 有一层不通 就通通不通了啦 早就坏掉了嘛 就坏掉了 所以为什么 台湾这么厉害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加登 跟加登相关这种供应链 去配合大客户来的 保护储存光照里面 我们给到一些 很特殊的solution make sure 它在机器里面都没问题 大家everybody都一样 就是出来再进去 出来再进去 出来再进去 这种次数多 它会增加它的risk 我们能降低这个risk的价值 原来英特朗 怎么不跟你们买 它不是只有跟我买这个而已 它还有其他整个管理的机制 检查的机制 确认的机制 不是只有我就可以让它 一而变好 那是一个一连串的solution 理解意思吧 就其实大家都有每一个过程中 其实都有要做的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飞机飞在天空中都是安全的 飞机就是下降跟起飞是危险的 比如说英特朗的IDM 它一起飞就在天上飞了一个月才下降 所以它的平均在上升跟下降之间 damage到risk比较少 可是台积是一下降 两个小时又下降 它要确保每一片都OK 所以这是一连串的 所有的solution的总和 而不是单一事件 所以只干独跟我买 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 了解 让你理解的 理解 所以回到业务这边 那这边董事长 现在是怎么去切分这个业务的 比方说你怎么切业务的比重 或者怎么切 我们的产品是要哪一些 我刚年挂牌的时候 我被XXXX委员challenge一件事情 他说五大客户占我90几% 我那个产业集中度的风险怎么处理 这样理解 我说I'm sorry 如果你觉得这是很重要 我想你就不要让半导体累股挂牌 理解我意思吗 因为没办法 一个人的武林 我们是support他成功的system 一个人的武林 对啊他是一个人武林 我们是support他成功的system 所以他成功 我们也跟着成功 我也很同意 他如果万一有一些什么risk 我们也会跟着有risk 这是一体的 可是问题是他 以他现在 跟我们跟他一起培养 他成长 他未来的整个竞争力 我认为他是很有价值的 真的没办法是一个人武林 对吧 对 那在这边目前做这些光照盒的厂商 大概有多少的全球的话 就我跟告我那家美国厂商是主要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两大龙头竞争 有一些 台湾也有一家 好像适得要跟我一起竞争 不过他应该还没有啦 还没有机会 不过他有在努力 病人有时候没有 这个我也蛮好奇 因为其实像现在我们半导体的技术 其实尤其在AI起来之后 大家开始疯疯的 想要去push它的推进 限制制程 比重越来越高啊 然后这个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像以你们大客户来说 像2奈米跟3奈米制程 其实就不太一样 对 那在这边对于光照来说的挑战会在哪里啊 其实光照现在的挑战 几奈米其实对UV它都是同样一件事情 我想它只是一个对比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只是光曝出来以后 还有显微材料这些的配置 可是光这一块是OK的 那光照 那个各位有听说 不用UV也可以做出七奈米 对不对 它就是从附曝光 它就一直曝而已嘛 它就拿一支砍骨头的大材刀 一直剁剁剁剁 不小心剁出这样 对 它就拿了一个大材刀 因为那个刀子就是很大气 又蹲 还要查到生鱼片怎么切 理解意思吗 那UV那支刀就是一支生鱼片 就薄薄的了 它一切一定OK啦 所以它良率跟品质才能做出来 所以它已经到那里 光照可以做到一奈米 应该没问题UV啦 可是我自己个人在半导体领域 我很清楚就是说 有没有下一个Generation 可以取代UV 我至少到我今天为止没有 所以UV的黄光制成 大概是在用曝光 微影制成里面 最后一里路了 这样OK吗 所以要靠萎缩 把更多IC放在 同一层面积的晶元素上面 这条路 大概已经走到快底了 可是下一个就是 那盖高楼大厦嘛 就是3D封装 以前都是盖平房 对 尽量把房间处越挤越多 对 这叫UV 对不对 现在未来 那不用嘛 一样 就是3D封装 3D封装 所以如果你问我 要堆叠3D封装的技术 才是下一个推动 整个要往高阶运算 跟那个 单一晶片的集成精密度 要经历变高的一个 需要走的路 那如果今天只是单纯说 从3奈米到2奈米 或者是未来的1.6奈米 这个对光照的层数 大概是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UV 以后越便宜的话 它层数会越多 越便宜层数越多 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不用拿柴刀 在那咚咚咚 那骨头还碎碎的 拿这一直到 下去就OK了 可是我留一刀 要100万 那个咚咚咚 都100次也才100万 我当然用 用旧的技术先弄 所以100层Layer里面 100层Layer有些重要的 它不需要买到一台120亿 那太贵了嘛 所以关键的GAT 那个地方用UV 其他不用关键的 有些Layer有很大 193这种 以前旧的Layer 就可以了 所以它一定是搭配性的 所以有点像是说 我们知道 他们最近有买 那个High NA 那你们大客户 觉得他没有买 所以他其实可能 在这边 他会用到的光照 就比较多车 他有买 有可能比较多车 他有买吗 他有买 他怎么没买 不过我建议说 就是说 这个机器弄得那么High NA 可是它太贵了 所以你铺一次的成本 就太高了 对 理解意思吗 所以我刚刚说 如果再来High NA 不要卖2亿欧元 那卖5000万美金就好了 那可能要30成 又快又好又准 我干嘛去用那个 比较烂的机器 对不对 听懂意思吗 可是问题它 High NA一台要卖你多少钱 那这样子光照本身的价格都差不多 光照是这样 EUV的价格比较贵 我听说现在应该有比较便宜 以前EUV一片要1000万台币 如果30成不是就3亿 所以到很High NA的都是要NVIDIA 这种金主 那种大的金主才能花得起模具费 就是光照费 这样听得懂吗 为什么董事长都听说 1000万 现在好像我慢慢讲 要看比如说NVIDIA我在拆 它可能比较便宜 比如说现在AMV想做 它可能一开始就会比较贵 我在拆 应该是这样才会一个结构性 因为你用久了嘛 你常常跟它用 可能它会价格比较便宜嘛 因为这些高阶的UV光照 都排绩内置嘛 所以它是用一个package的概念在处理 所以你说它明确定价到多少钱 我们不确定 好不好 那有人问我说 那高阶运算以后成为3D风光 对加登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个 类数增加 只要它越多越便宜 它会使用UV的几率就越大 对不对 因为机器买越多了 然后越来越多人使用UV制成 我现在说越来越多 IC Design House 它设计的IC晶片 使用UV制成的越多 我的生意会越好 因为它光照 UV光照量会越多 这样对吧 第二个呢 万一走到2nm是极限 1nm是极限 所以要往3D封装 对 所以你想想看 本来10万片产能 交给iPhone 刚刚好一个厂够了 几率 问题是 现在要下一个世代 要两片叠成一片 它的产能会瞬间从10万压缩剩5万 因为有另外一半要跌在那里 才能成为一片 对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那一座山 要一直盖厂的原因 你知道在哪里吗 嗯 就是它其实 因为往上堆跌的时候 往上堆跌 两倍产能 但是 本来有10万片产能的产出 对 就变成5万片产能 对对对 因为另外一半的产出 就是叠起来的吗 去叠起来 去造成让它 单一面积 经效的效率变好 嗯 那所以 那个我们这座山 需要很多地方盖厂 是未来如果有三层 如果试成 那这些事情 一定是在HighNA HPC上面 运算里面才会用的 一般可能还会不需要 那对加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加登 它有盖厂我就有收入 我应该就会增长 那Layer数越多 扩厂 Layer数越多就对 它的扩厂对我都是正面 只要是往Advanced Node 对 只要它往Advanced Node 走过去对我都是正面 可是为什么要特别指定 在Advanced这边 因为 在传统的Layer那边的 我的价格没有 我们这个 啊 OK 就是在ASP这边的关系 对对对对 比较贵的东西的盒子 也会比较贵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包的东西比较贵 对对对 是吧 对我这样子 这样听懂吗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理解 这个比较贵的 这个光照 它的盒子 跟比较便宜的光照的盒子 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 我这样举例好了 比较便宜的光照 它身上弄脏脏的 没关系 还可以用 还可以允许 是 那高阶光照 就好像 我那个盒子就有点像 阿姆斯庄登陆月球 你要知道 那个不小心刮破 那个太空衣 它就挂了 所有的UV 一到现在normal的环境 一打开 它就立刻 就炸了 爆肺 我们这些环境的污染 它立刻报废 所以它永远要储存在一个 确保百分之百 干净的环境里面 就像你在外太空 你需要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那个太空衣 让你受保护在里面 那个太空衣一定有温度 因为月球温度 可能负50度 然后它会循环供氧 它会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它有一些 维生的功能 在设备在里面 你不小心 被一个铁片 把它刺破了 就立刻挂了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提供 保护储存光照的价值 这个价值产生的价格 然后所以高阶的UV 对我的售价会比较好 那低阶的 因为有些 这个也没关系 那也没关系 所以它可能就不会 它的邀请就要低 价格就低 而且做了蛮久了 做了蛮久了 然后经过长时间 被一直review cost 这个价格 当然也不会比 一般传统产业差 只是说要跟 两个相比 还是有一点gap 这是消耗品吗 有点算消耗品 因为它太贵了 不会重复使用 你说盒子 对 可是很难讲 未来十年后 为了要cost down 会不会要把它变成reuse I don't know 可是它reuse 它就要去take一个 万一它产生一些 问题的risk 理解意思吧 理解理解 除非它那个晶片变很便宜 除非它那个装造 已经变得很便宜 不然它换这个 承担的风险太大了 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现在售价又不到 它的多少% 他为了那些 take这么大 risk 没有意义 大概多久要还 来了一个 终身保固期完 它就跟着一起丢掉 所以我的盒子 就是它一出生 要跟着到死为止 就跟这个光照本身 就是一起绑在一起的 一起绑在一起 因为它随时随地 都要在这个光照盒 它离开了 光照盒就要在机器 离开了机器 就要来我的光照盒 你把它一打开 挂了 那这个光照 一个光照 大概可以用多久 不一定 你看IC的Design House 生命周期那么短 所以半年 说明就丢在旁边 等很久 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保护光照的盒子 跟你们有另外一个 是晶圆的载具 对 保护光照跟晶圆载具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现在以前 放那个底片 会影响良率 对 可是它的良率 就会有% 99% 98% 95% 那我现在在帮助他们 把95%变成99%这样 理解意思吗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是保护盒子的 那个储存 跟传送用的 两个都一样 只是一个放晶圆 一个放光照 放晶圆的设计 跟Design不一样 放光照 可是两个对储存 运送保护的要求 都是同样一个 哪里举在之间 哪个做起来比较难 当然是EUV比较难 当然是EUV比较难 现在那个FOOP 我最近加登公司营收成长 主要来源是那个FOOP 对 就是我们的金元载具 金元载具这一块 那金元载具这一块 为什么我也有机会 回到刚刚就是说 我这样用来举例 可能比较有点清楚 就是说 之前有一个外国的分析师 他说他跑来 我的headquarter找我 他说Bear 因为我叫Bear 他说Bear 如果在载具类 这一块 他说他第二名 应该就没有人第一名了 然后我说 哇 然后他说 他说他很神奇 因为他follow Integris很多年 然后他竟然发现 对他们这个AMH部门里面 很重要的金元载具这一块 我竟然快把他干掉 所以他就很好奇 Why 他说一定要来见到我 因为他想当面问我 Why 他想听听靠我的答案是什么 可是这样不就是 找近人对手问 你们为什么那么厉害 他是华尔街的分析师 怎么会 OKOK 他是华尔街那个 写报告的人 是 那他就很好奇 他想不通 他就问 因为他觉得 这一个是一个switch 有switch障碍的 对 要转碍成本 因为又省不了多少钱 可是我一旦take a risk 我可能会损失更多 对 所以他觉得 这样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转换障碍的产品线 应该不太容易 会为了cost 然后呢 那个谁啊 客户会换掉 换他们的变化 对 而且这个产业的毛利率价格 已经经过一二十年竞争 也没有非常 就会比较稳定 没有非常高的那种 趋于稳定了 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奇 应该没有可能 可是为什么 他听到的消息 已经几乎快确定说 我们会取代对手 然后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供应商 我说 because I am Taiwanese 他说 why 我说 你要知道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礼拜五晚上 我那天 我在跟朋友喝酒 突然我接到 我一个大客户来的电话 他电话来了 一直呱呱叫 为什么 他说他找我的 那个工程师找不到 我命令你叫他 两个小时内 给我进工厂 礼拜五晚上 八点好了 我举例好了 因为可能有一些 什么something 对不对 我只好电话打了 那个谁赶快去 被骂了赶快赶快 拜托拜托 老板拜托一下 虽然我那个 心情不太爽 他还是会 鼻子摸一摸 还是会去了 对不对 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这样跟他解释 就是说一个 我可以24小时 7天在客户端 立刻给他 response 一个没办法 那当他同样的问题 我说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我是一个 service的provider 对不对 我们家说 我是一个service provider 我不是只是制造晶圆 制造光照 我是一个service provider 我provide什么 我的快速回应的速度 因为你是半导地厂 你需要我来快速回应你 你不能等 因为你等的risk 跟cost太高了 所以要由我这些 subsist 来support你 对吧 所以我是一个service provider的公司 你们现在说 看到我的产品 都是我服务后的结果 那我就 我跟他们讲说 他同样要 为了要做到 两奈米好了 或是举例 所以他可能遇到 这样的一个risk 或者这样的一个issue 然后他可能同时跟他讲 他也跟我讲 可是他不太相信 我能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就同样两个 在这个产业的 knowledge 声望 知识的机会 他比较厉害或比较差 可是这个问题给他以后 他七周才能给他的答案 因为他们的工程师 还要休假 还要特休 还要干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回应速度 真的太慢了 可是我们这里 有一个夜阴部队 这个夜阴部队 完了以后 他总是要有人support他 结果他夜阴部队 想要知道结果 要七周才能知道答案 他会不会挫折 可是我呢 我这个锤子弹 我跟他七天后 我就给他一个答案 他晕倒说 不是这样子 至少要这样 好我又再给他答 又再一周后 又再给他一个纯答案 可能我搞了五周以后 我总算有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答案 然后让他 这样没错 再往下一个阶段 我又再开始跟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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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七周后给他的答案 其实说不定我已经超越了 理解我意思吗 因为我是跟他一直co-work 一直不断的follow他们的 就沟通速度比较快 这是一个沟通 所以所有的risk 就是在每一次的回应中 已经被他make sure是没问题 OK 所以当他make sure没问题 他已经证明一而OK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跟他买 他一定是跟我买 因为我是跟他一个 co-creation出来的一个 make sure的产品 这个make sure的产品 已经把risk全部都排除 那这个 因为一开始可能是 先从光照合开始合作 那是什么时候 什么契机 就可以到这个 晶圆载具上面 因为我跟他们大老板讲 两个都一样 你为什么不让我做 就这样子 真的 我说我有这么 advanced 最重要的critical的UV 我都帮你运送储存保护好了 那个晶圆比他low太多了 你让我弄也没问题 对吧 所以我就用这样方式 可是一开始呢 有产品拓展 对 一开始那个不敢 因为所有人都会有一个 好像要测一测 没有经验 万一出了risk 对 所以我是follow他们的研发 去step by step 然后呢 我们台湾土牛的精神 慢慢去 那遇到问题回来解决嘛 找工程师 我们去研究 他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也许我的competitor知道啊 可是他要七周后 才能给他答案啊 是 我虽然不知道 可是我每次的回应跟学习 我这种快速弹性跟效率 这也是我们最后能成为 世界第一的核心 不是吗 所以我是陪着他们一起 step by step 走到这里来啊 所以他自然到最后 因为我的follow的效率跟速度 可以让他怎么样 真正面临问题的解决 得到实质的答案 我说这样哪有什么risk 嗯 对 一定会买我的 因为我的是 performer是玩封他嘛 嗯 因为一个parineer人 需要一个support他的system 那现在他是parineer 我需不需要做这个support system 要吧 那我成为一个support system 我就可以follow他 在很多领域里面 有机会成为世界number one嘛 嗯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这个晶圆载具这边 不管是 现在销量这边成长很快 可是我蛮好奇 这单价也成长很快 为什么啊 这产品爆价也在上升 这个载具 你说我们就好 对啊 载具啊 晶圆载具 一次要就几千个了啊 它以前那个光照 那个量没有几千个啊 因为它光照像模具 晶圆是mass production的 所以这个虽然单价低 可是它量一乘下去 它营收成长率会变高 那我就十几万 十几万片 十几万片 每25片要一颗呢 那这个也跟那个嘛 就也跟 理解意思吗 那如果你要设计一个MD2 可能它只有两套光照 这总共100片而已啊 那晶圆载具也跟 那个EUV的光照载具一样 就是你越高级就越贵吗 不会 不会 那都一样 跟他们的第一点 这是我的competitor 我要比它低一点 对 可是我step by step 弄出来的performance比较好 这样 可是我的量会变大 因为它25片 要装影片吗 我蛮好奇的 当然这个当初你 跨另外一个 譬如说他跨FOOP这个东西好了 你们当初跟他 Cowork在他们的 Tour那边的 时间是时间多久 十几年 你们弄十几年了 那其实你很早就 跟他讲这件事情了 糟糕啊 可是这个step by 每期回应一次 回应十几年了 我觉得一定要问这个 因为觉得 我每次听都很久了 上次 每个人都跟我说 我们今天打进台阶电 我说他你上次弄的是什么用 大概十三年了 上次弄的 上次弄的第一次进去弄啦 继续跟他RD讲这些 有的没有的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每个都跟我讲超久了 大家都讲了七秒淡写啦 那是其实花很多时间了 十几年要 那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次say yes 然后开始送样 到最后OK 都不是一天两天的 只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个 是我后面 它成为很重要的 是是是 立得以后 它速度更快 然后我就 有之前的积累 回答RM 然后才是 最后拉上去 是是 因为我比较有follow是 比较近年的啦 我不知道早期这个 跟什么Node 进的速度有没有这么快 因为其实大概一两年 现在就大概是一两年 就挑一个那个嘛 所以能够变换 或者说能够换新产品的速度 其实是变快的 但早期会那么久 是因为早期换的时间 其实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以前是 我认为以前是 IDN是Leader 是 所以以他的休假速度 决定产出 我们是follow啊 了解 台湾所有人都follow 这些以前有的 alreadyhave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有一个 合格供应商 以前比较难 所以以前我能做半导体 都先从subsystem开始 是是是 现在像我做到man system 是因为他必须在man system 有一个 一定的时机 更advanced的产品线 我才有机会 所以这个库克 其实这个库克很久 是我们一直觉得 很有趣的是说 其实我们有仿然过 其他的厂商嘛 因为台湾的一些 就是我们这些供应商好了啦 其实他的时间都很紧迫 就是等于是说一到五 的角色 他们应该 近点多数进去了嘛 好 假设六点下班好了 对 大家工作时间 好像是大家 他们工作六点之后 然后到隔天早上 他们7点进去 这段时间 有蛮多公司是在 做这种服务啦 是的 我说所以 台湾能产生这样一个 我觉得 台湾的那种弹性跟效率 然后对 客户要求 使命必达的决心 真的是很特别啦 所以这也是 这个我们的半导体的 这些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是啊 对 其实是一起的 所以才要跟说 我说是一个供应链的概念 来support他们 不然全世界能盖厂 盖这么快 只有台湾有这样的奇迹而已 所以第一次没有叫大家去嘛 现在就赶快叫大家去 美国盖的受不了了 对不对 其实除了美国以外 还有国家也蛮想聊一聊的啦 因为其实像现在中国 想要发展半导体自主化 对 新闻也蛮常会提到说 贾登在这边 就有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我也蛮好奇 就是董事长这边 关于中国半导体自主化 还有贾登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那个半导体 我的载具就像那个 掏金用的铲子跟本机啦 对不对 你要去掏金 你总是要本机跟铲子嘛 可是你至于你能不能掏到金 那是你家的事 对 所以人家问我 会不会不卖中国 我说 我卖他掏金用的铲子跟笨斗 那是一个 support他嘛 对 我不卖别人也会卖 理解我意思嘛 反正说我们还是会在卖 这些掏金用的铲子跟笨斗 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 就是FUP跟光照盒这些 对不对 都卖 卖给他嘛 因为对他来讲 我的盒子可以放 0.13 也可以放 0.14 这种 90 都可以用 因为它是一个 可以跨整个process的 所以你说 它是那种 high NA的 高阶的 没有 这样理解的 当然我最advanced的 我不敢 我最advanced 因为我有答应 我的重要客户 我会保护他的 营业意义 或者是 一个年度 一个 两个generation的概念 OK 那可是问题是 这种比较 几个世代前的 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 我们还是会 在大陆 很重要 因为它是 举全国之力 疯狂要建 自己金元技术 是 那我如卖 也会有 它会去找日本人买 它甚至 local自己厂商 也会做 这样OK 那你会说 local厂商会做 sure 因为只要 他不担心良力 他就可以卖进去 如果他在乎良力 所有local厂商 都卖不进去 因为 local厂商 卖的良力 可能是50 60 我的可以确保 90 95 那当然要跟我买 95 90的基本盘 不是 你去随便买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中国 大家都不卖它 你也是会逼它 去用那50%的 local产品 那你不是变相 还是有机会 让它从50改善到100 所以这种 韬巾式的产品 对我加登来讲 我还是需要 怎么样 该卖还是会卖 这样OK 另外也提到说 海外公司最近也 赤字了9亿日元 在雄本附近 购了3000坪的 土地要建厂 那这个是 预计今年会动工 对不对 对今年会动工 对 这个布局 又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自己在看半导体产业 因为台湾的地缘政治 因为我们是做 全世界的生意 是 同意吗 最贵的最好的营业额 都来自海外 这些 NVIDIA Apple 然后Colcom 有哪一家不是 都在美国 或者是这些 那问题是 两岸的政治不稳定 全世界都知道 那我是一个重要的生意人 你觉得我会一直让你 我担心的风险长期存在 所以对我来看 大客户来了 海外设厂这件事情 不是他愿意跟不愿意 而是他一定要做的事 那也因为他 在这边积累出了know how 只有他去海外 才能把那个顺利量产 对 理解意思吧 是 因为这些 不管是政治或经济 或客户端的力量 他一定会逼他怎么样 就要分身 在台湾之外 有一个让他可信任的产能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在美国 我觉得就在日本 为什么 因为他去东南亚没有用 他也不可能去韩国 有道理吧 是 他去韩国万一被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选择韩国 韩国也有别的问题 对 所以在不得已的选择 可是在台湾之外 一定要有选择 我觉得没有地方了 就日本了 至少日本雄门场的速度 比美国快多了吧 对 而且日本看起来 政府比较愿意花钱 比较积极一点点 日本政府第一个积极 第二个就日本在完成工作 使命的责任感 他还是比 还是比美国好 这是半导体产业需要的 对吧 就是刚刚讲的这种 客户上要求 使命必达的精神 至少 现在听说日本 现在新一世代还是有些 可是至少这些 日本精神里面 还是会 中比 中比以下 他要在美国就更难了 对不对 他没办法 永远一直在台湾 第一个台湾的电到底够不够 UV很套电你知道吗 对 第二个他答应RE100 他把台湾所有绿电 买光了也不够啊 所以他必须去别的地方 找到足够 让他这些东西能满足的话 我自己 他们没有跟我讲 我自己在用产业的趋势来猜测 只剩下日本这条路可以走了 所以加登就也去过去了 既然他要去日本 我们不能等他去的时候 逼我去我才去啊 可是你们卖这些盒子啊 就是载具啊 他也会需要有地缘的因素 就是我要很近 我是 Intel在UVPod里面 很重要的player嘛 就是供应商嘛 那他就要求我 如果我不去台湾加一 他也必须逼着要去 survey其他人 这样理解吧 那我有给他一个计划嘛 本来他一直希望我去美国啦 我才不敢 为什么 我在美国亚利桑那 有一个warehouse 那你知道我去年7月到现在 我还没有ready呢 我只是装修装了快一年 为什么 他们很多license要请 一请又是两周三周 然后不行 再重请又两周三周 哇 晕倒 效率很慢 效率很差 我都说美国人玩这些事情 来让他垄断他既得利益 我装个网路线还要请 怎么那么神奇 是 他们有很多法规的 很多法规的概念去限制人民 然后让某一些 有符合法规的特殊族群 可以怎么样 享受既得利益 我一个装潢要六千万 还必啦 两百万美金 我觉得我没干嘛 我说我自己在拆 我如果台湾做同样是 一千多万而已 那边出来六千万 我差点晕倒 六千万就算了 要搞半天 我开始只是终究一个 唯有耗时 我就搞成这样 后来你觉得我敢测场了吗 我就不敢了 这是很大的原因 所以既然我自己在预测 在UV台积垄断 这个高阶运算晶片的 这个制造能力 至少在五年十年内 然后又这样让3D封装 会把产能再压缩 所以它必须积极扩厂 我自己预测 猜测 评估 它大概最佳的地点 应该是日本的 那以后这样 我被逼得再过去 我不如我现在先去 把产能跟 先build起来 那至少 我进可供退个手码 对不对 因为进可供就是说 万一这边大幅的扩充产能 我就立刻可以用了 对 因为我那个也不是很大的 两千多瓶 它真正能盖好 我大概只会盖 大概不到一千五百瓶 那这个对我来讲 也只是个 我要耗时等级的工厂 那我至少未来在 逼得工退个手 至少也这样有个 台湾plus one的one 是 我也可以跟我的 客户交代一下 我有试图在台湾以外 让你放心 因为我现在做的 也是global的生意 对 我是做global的生意 所以我必须思考 从客户端 他会不想用我的理由 是什么 如果这两岸的地缘政治风险 是他们在乎的 我总是要让他安心 大概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先布局在日本 所以其实像大客 无法可能在美国 在德国也有扩张 这个就不一定会去了 反正我们的plus one 就先选日本 对 其实听起来还蛮没个诚实 因为其实 至少我员工叫他去日本 他愿意 对 开心 只把这个吸引力够高 应该吧 我还没公布 然后盖完厂再说 那边现在真的是 房地产也涨很多 涨好多 涨超多 台湾人真的是扬眉吐气 那日本就是我们的超棒功力 你知道我在当市值会总监 我三辖市值会有一个九流米 九流米 在雄本北方 大概车程一小时的地方 那是我们结盟40周年的 日本姐妹会 结果今年的社长 我拜托他帮我找地 他就帮我找 找完我就买 他吓一跳 他怎么这么快 好像这个钱不用钱 他就说 你们台湾人都很有钱是吗 我说没有 那个是我们要在这里 所以他们对我们 整个非常的惊讶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购买力这么好 我说我们没有失落40年 30年 他们30 失落30年 对 东京那边现在好像也有很多 就豪华的上班 其实知道是很多台湾老板买的 知道 投包力不错 真的 有人劝我买 我都没有买 为什么 钱不够了 没有了 先去 就 那个还好 还没想到那里去 好 是该还有什么想要针对加登的问题吗 有啊 我其实蛮好奇的 那个 董事长当初 我们其实做CNC起家的嘛 其实我记得 我那时候 我可能 在这个市场也不够久吧 我记得16年 1516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金属即可的 就是那个 算是大家 蛮疯狂在这个东西的 我记得是应该是 对啊 可成啊 然后甚至是以前的印华 现在叫能率嘛 那时候大家算是这样算的啦 我记得我那时候写过一个报告 我那时候算是说 你有几台CNC 然后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你可以做几只iPhone 就可以算这样 为什么当初没有这个 被这个东西所吸引了呢 人生很神奇 其实我在 一开始接触半导体 那个frame的时候呢 当时候两兆双星嘛 另外一兆是什么 是是是 那个面板 面板 面板也有一个载具 是是是 要放那个玻璃 算玻璃的那个 传送的那个 传送的一个展具 它是一个一个框 铁框加pick 我都有能力做 可是我当时候同时遇到两个 一个做大一个做小 小就是手机的那个 小就是我现在 就是光照 对吧 对 我当时候手上员工十个 然后呢 我遇到两个来自于 两兆双星的机会 对 我这个傻老板要做选择 我没有两个都做 对 我拒绝了 大的 大的 我选择小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小的要越做越精密 比较有挑战性 所以是你的一开始这个模具选手的执着 我是选手 我当然要做厉害的 做最重要 最精密 最有挑战性 是是 可是我现在回来 我当年做对决定 对 没做吧 当然 没做吧 是 所以有时候做精密加工 我觉得我每次在跟人家做辅导 我说若水三千 你要取一瓢印 你不要老是这里也想做 那里也想做 你的时间跟能力跟资源有限 你要必提供于一役 在某个领域成为世界级的专家 可是我觉得这个想 我光照是不是现在是世界级专家 我是呢 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想说 大的可能比较赚钱 或者大的就是我可以说比较贵 可是你就是说我是选手呢 我当然是要选难做的做 对我找难做的做 后来没倒啊你看 因为走大的可能倒了 很多的可能会很辛苦 很辛苦 地有气地的供应商 后来就过了 过去就20年非常辛苦 对啊 是不是 我现在是 我那东搜集八字好 不是因为当时候聪明有策略选择 就是站在挑战性的东西 可是也没错嘛 所以你知道有办法去跟大客户 磨十几年做金元载剧啊 是啊 磨十几年把它磨出来 真的是磨诶 十几年诶 对啊磨出来 一招磨出来 营业就一直要往上跑了 绑都绑不住这样 你们现在还是在持续 在吃对方的事战吗 是是是 持续吃掉他 持续吃掉他 所以他很生气 才会要一直告我 对啊 这个就要以新闻为准啦 新闻为主啦 以这个媒体 其他的新闻为主啦 这个我们就不要这个 董金刚才不能讲啊 对 因为他很多不能讲 那个专利诉讼 我去学校教课 说诉讼是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 没什么 对 其实到最后我们两个是谁谈 你要不要付我钱 我不要付你钱 是 其实到最后还是钱了啦 对 他也不敢阻止我销售 我也不敢阻止 就算他侵求 我也不敢阻止他销售 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 大老板是同一家 不是只有一个产品 有很多产品 我不可能为了一个产品得罪我的大老板 所以我们两个到最后 所有诉讼的终极目标跟结果都只是 你要承认我技术比你好 因为你侵权 第二你要付我钱 或者我付你钱这样 理解我意思吧 这是我们两个在诉讼这件事情 可能会 最终的目的 最终目的而已 不是要他死我死啦 或者禁止我卖给大客户啦 对对对 因为当我的这个东西 据大客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改善他很多良力 对 他也不敢贸然的叫我禁止销售啦 对对对 如果同样事情发生 换我赢他 他侵权好了 我也不敢叫他说 你这不能销售 客户不开心嘛 到最后 我们的这样一个客户的利益 我们还是要失去兼顾啦 所以没有你死我活这件事情 只有给谁多少钱的问题 给谁多少钱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关于家政的访问 我们就先到这边 感谢邱董事长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问 家术跟半导体产业 那这边就先休息一下 我们汇后水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